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 一种益生菌 各位看我桌上这两瓶 那个看起来黑黑的 这个是我女儿从7月的时候 从那个东营拿回来的 应该算是一种菌种 拿来繁殖的 就是她一个好朋友送她的菌种 然后带回来以后 她把它装在这个罐子里面 让她生长 然后让她怎么讲 发酵吗 因为她是一种菌种 让她繁殖 因为我对这个没有说很清楚 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 弄这种东西 我想说刚好我家 我女儿有弄这个东西 我就说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对了 她这个是正确名称的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种菌种 因为有的什么叫红茶菌 或者什么菌 我是正确名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好像隔几天 就会喂他们吃红糖 然后喂红糖的话 它就会有很多气泡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做看 我先闻它味道 感觉就是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对酸酸的味道 浓浓的味道 要放在室温之下不能放在冰箱 然后她怕蚂蚁会过去 所以她好像都有弄一个水盘吧 用碗盘子隔水 因为这已经养一阵子 所以比较浓 对养好几个月了 7月去冬夜 这是红糖 对 我抓红糖先弄一些 先看一下这边 先用一个随便 放下去 看一下红糖 看一下有很大的变化 各位看 各位看有没有 像火山爆花 我还不要夹那么多 各位有没有看到 气泡一直上来 很有活力 充满了活性 对 一种益生菌 他就是隔几天就会喂他吃蔬糖 蔬糖一搭下去 就是巨烈的冒泡 对 泡很多 气泡很高 你只要把那个红糖倒下去 他就变化很大 好像每次喂红糖 都是马上冒很多泡 对 他一直冒 有没有一直从下面一直上来 另外一个我也喂一下好了 嗯 嗯 好 一样先弄一下好了 一下慢慢加 你看也是有 啊啊来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嗯 嗯 我再给他 再一些给他吃好了 对 对 嗯 对 看得到吗 这样 有 有 很多气泡嘛 对 对 我说 他在上面就有一层这样 他有一层可能到时候这是他的泡沫 是不是说上面这个到时候可能是把它弄掉还讲 他是喝里面的那个那个汁 太多的泡沫就要把它搖掉 上面那一层 用湯匙把它刮掉 对 这泡气泡不会冒很久了 一下子就停了 对 这个比较晚弄的还在起 刚才比较早的这好像停了 对 一个已经停了 也是有可是很虚微就对了 慢慢它就就没有气泡了 对 然后他就会说把它稍微盖一下 然后要喝的时候他就把它倒出来 然后就一直继续做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是 我娘家妈他们都会做是好像用那个很大的 那叫什么玻璃罐 然后去做应该是红茶菌吧 配那个红茶的 都做很大很大罐 然后上面都会有一层好像那叫软软的 那个叫什么 磨吗 菌磨 菌磨 就一大片那种 对厚厚的 像板条一样 对对对 这样软泡泡的这样 QQ软软的这样子 小时候我都有看到我妈他们有做那种的 然后河是河里面那个就是红茶嘛 对 那现在我女儿他们做这个正确名称我就不知道 他们就认为是就是益生菌吧 那他是有在用这个东西的 我想说刚好他有 有有在弄这个 我就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子 然后不晓得各位 家里有没有人弄这个东西 对来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啦那片子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他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拜拜